正常的鉴定这个人民币的像像他有水印什么的 他都比较暗 而且在同时肉眼的官司指的智力也能看到这些 目前这名男子因涉嫌伪造货币罪和持有使用假币罪为警方刑事拘留 刚才看到的这些钱虽然是崭新的 但是张张可都是假的 而近日苏州的金师傅将一堆碎纸票送进了银行 那些可都是货真价值的人民币 原来金师傅的妻子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 竟然把两万块钱剪成了碎片 无奈之下金师傅拿着近千块纸币的碎片到银行去兑换新钞 可是按照规定纸币只有达到表面四分之三以上的时候才能够全额兑换 而要把近千块纸币碎片拼接好 这可是个庞大的工程 为此银行专门安排了三名员工帮助金师傅来拼接这些纸币的碎片 估计至少要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拼完 把近千块的纸币碎片拼成完整的纸币是化整化零为整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化整为零了 在广东珠海有一群走私分子 他们正是用化整为零的计量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居然将上亿元的进口医疗器系 一点点的走私进进 画面上这个人刚刚从澳门入境 就匆匆来到拱北口岸附近的地下通道 将一个白色的塑料包交到骑摩托车的白衣人手里 白衣人接到东西之后很快骑车离开 在连续几天的检控中 海关侦察人员发现 每天都有这样奇怪的现象发生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几十个人来这里交货 这明显是一个有组织的血格团伙 专门为走私分子偷带东西禁领的 他们带的是什么东西呢 接下来根据我们的核实 发现全部是进口的医疗器械 价格还相当昂贵 通过进一步跟踪 机资人员发现所有在拱北口岸街道的货物 最终集中到了广州的一家简陋的仓库里 而与这家仓库联系最多的香港人陆某 恰恰从事的正是医疗器械生意 在陆某的北京办事处 海关机资人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发现先后有几家医疗器械经营商来秘密取货 经过七个多月的调查取证 机资人员确定 这是一个以境外供货商陆某为首的走私医疗器械团伙 先由供货商在美国德国采购 发往澳门之后通过水客携带进境 再雇人在珠海中山等地收集 运到广州 再以快递的方式销往各地 由于偷逃4%到8%的关税 和17%的增值税 走私暴力非常惊人 而一条原价9900元的走私EV3动脉支架 经过几个环节的立法